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那麦医师确实刚刚新门医师分享 他们家小儿子就是只吃白饭 真的很多小朋友有饭就一直扒一直扒 那事实上营养的社区也真的会影响到 小朋友的成长跟发育 对 其实现在好像健康排头 大家都会觉得要吃就吃无故 要吃就吃糙米 但是不见得每一个孩子都适合 我上次就遇到一个爸爸妈妈 带他们小朋友来看 因为他小孩子太瘦又太矮 其实他主要来看是矮 那爸爸呢183公分 妈妈160公分 两个都是跟宁冠一样 妈都急着身材 所以他们很注重食物 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 这个孩子我算一下 他的身高百分位阶 大概在20% 可是他的体重 大概100个人只赢5个人 那5%很瘦 那这时候我们要看一个孩子长不干 我们就要去分 他是遗传的基因因素 还是家庭的因素 还是疾病的因素 还是营养的因素 营养就要问一下 他平常都吃些什么 结果那爸爸妈妈是 因为他们很注重身材 所以他们除了运动之外 他们会吃健康餐盒 那健康餐盒里面就是五穀米 就是水蒸蔬菜 就是鸡胸肉 那小孩子吃这些热量很低的东西 那他当然热量不够 他光连胖都长不了 连肉都长不了 他当然没办法长高 所以我就判断这个孩子 并不是微量因素缺乏 并不是疾病 他只要热量补完了 他其实身高就应该会长 所以我就建议他爸爸妈妈说 你不妨这个孩子就给他吃白饭 刚开始爸爸妈妈也是非常的讶异 我就跟他讲 一个太胖的人 你给他吃麦当劳薯条 当然不行 可是瘦的人 那种欧打散的 你给他吃薯条 增加他的热量 就好像你盖房子 你要有工人 你要有水泥 可是你要给工人吃饭 那这个饭就是热量 那所以我就告诉你 你的孩子是一个适合吃白饭的人 而且甚至他的白饭里面 你可以拌一点 不论是拌花生油 或猪油拌饭 猪油拌饭很简单 白饭猪油加酱油膏就好了 那就很好吃 那可以增加他的热量 果然他变胖了以后 他就变高了 那我们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跟病人讲 乌辜米很好 纤维质很好 糙米很好 那哪些人适合吃白饭 比如说长辈 孩子 丫头不好的人 他就适合吃白饭 那小孩子如果吃太多的乌辜米饭 有些小孩子除了不举嚼 咬不烂 没有办法消化之外 没有办法消化的这些五骨饭 在肚子里面会胀气 其实他就更吃不下 那对于肠胃炎的病人 他现在正在拉肚子的病人来说 白米饭就是一个 很好的圆形食物 他甚至比 我觉得比白面 或者是面包还要更好 那另外还有就是 胃溃疡或胃炎的病人 你若吃五骨饭 因为五骨饭纤维多 那他都已经胃破了一个洞 你还让他在那边 跟纤维摩擦 他会更不舒服 那另外还有就是肾脏病的病人 就是说肾脏病的病人 要注意的是 糙米饭里面含零量高 含钾量高 含铭量高 这些离子 他可能没有办法 被肾脏代谢出去 所以他就会比较适合吃白饭 所以有些时候 糖尿病的病人 他们会非常的confuse 糖尿病的时候 应该要吃五骨饭 可是糖尿病到后期 肾脏变坏的时候 要转回来吃白饭 那该吃白饭或五骨饭 我都会跟病人讲 你就听医生的 听营养师的 一定要跟专业的建议 那另外就是长期疲倦的 像刚刚西梅医师有提到的 有些在健身的 或长期减重的 他会觉得怎么越来越疲倦 越来越冷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他 其实运动前运动后 适当的吃一点碳水化合物 那白米饭就是一个好选择 请教麦医师 这个麦医师事实上 也要提醒大家 我们吃的这个蔬菜 到底是不是蔬菜 还是有一些是主食 事实上观众朋友 要能够分辨 对刚刚西梅医师有提到说 如果想要减重的孩子 或者是病人 大家要吃对足够量的蔬菜 然后主食跟肉类 或者蛋白质要适量的摄取 那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14岁的孩子 学校梁他体重太重了 那我们抽了血 发现他虽然才14岁 他其实胆固醇 跟三三钢药子 已经出现问题 糖化血涉素也出现问题 所以必须要减重 那可是孩子的减重 我们不会用药物 我们只会请他做正确的饮食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跟他妈妈讲说 那我们就先调整他的餐盘 大概是两份蔬菜 一份蛋白质 然后一份的这个五股杂粮类 那请他照这样子去吃 那我们先看两个礼拜后状况怎么样 两个礼拜后 妈妈跟我讲 第一个礼拜好像收一点 第二个礼拜以后就有点停滞了 我就跟他妈妈讲 没关系 你再要来之前 你把他三天的饮食就排给我看 那他排给我看 他确实照我们讲的健康餐盘 211的方式在吃 可是他犯了一个错 因为这孩子是个奇葩 你知道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吃三色豆 这孩子很喜欢吃三色豆 这个孩子很听话的 每餐都会吃一碗到两碗的蔬菜 可是其中他一碗是吃三色豆 哇 这大家在座的医师一听 就知道有问题了 因为三色豆里面的玉米 是我们算在饭 对 然后他里面可能会放胡萝卜 这算蔬菜 他通常会放豌豆 这个事实上也是淀粉豆 那有时候再加个第四个颜色 马铃薯 还是淀粉 那吃那一碗再加上用油炒过 那一碗大概就多了200卡 我们本来希望这一碗 大概是25到50卡 或最多80卡 等于是这一碗又吃了太多 所以大家要记得 有一些我们常常看到的蔬菜 其实它是已经有点类似主食了 比如说我们再讲一碗白饭 大概是四份主食 一份是70卡 所以一碗白饭大概是四份主食 那玉米的话大概我们看100公克 就有116卡 那很多妈妈喜欢用的南瓜 100公克就70卡 那如果是芋头或者是地瓜 每100公克就117卡 或115卡 那你可以用这个简单的食物代换表 就看一下 大概你吃半碗饭 140卡 相当于一个小地瓜 相当于玉米三分之二根 或者相当于一个马铃薯 那如果你有吃这些东西 就必须要注意到 你的白饭就必须减量 那这样子才不会过度的摄取 后来妈妈才知道说 原来她吃错了 她把这些淀粉豆 或者比如说红豆绿豆 这也都叫淀粉豆 这都不是蛋白质 他们把这些食材 以为它是植物性的 就都把它当成纤维了 这是弄错的地方 谢谢大家